Paraato的一家图书馆发生亚裔遇襲的事件 温俊浩再报道 关注亚裔治安问题的组织Asian Crime Report 在社交媒体发文指 在1月19日下午5点半左右 Paraato的Metro Park图书馆发生攻击事件 消息就指今次是该图书馆首次发生这一类型的事件 受害人是一名当地的华裔妇女 而攻击者就是一名非洲裔妇女 华裔女事主就表示他们比此不相识 之前也没有任何的拗叫 没有沟通甚至没有眼神交流 但是华裔女事主忽然被对方用缩骨遮击打头部数次 攻击者随后离开现场 Asian Crime Report就指 女事主已经向警方报警 警方正在处理这一宗事件 目前正在调查当中 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襲击者大约30岁 刘吉堅的黑发 身高大约是5英尺5英寸 体重大约120公斤 当时穿着黑色的外衣 配搭黑色的紧身裤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就表示 他们在事发之前 也曾经见过襲击者 26台记者 运进豪报道